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都有他們所肩負的使命 從事營商的朋友又可以怎樣實踐他們的使命呢? 使命人生在營商 今日和我們分享的嘉賓就是 第24屆結出華裔創業家終生成就獎的得主羅國威 他會和我們分享的題目是 合作夥伴 在我們的職場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我們的limitation 很多時候是自己想做 會發覺到未必是能力所及 所以來說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願意和不同事工的團體去合作 例如有一個事工 他們是專門去侍奉那些男士 而他是已經吸毒 或者是快要脫去吸毒 或者是他從監獄走出來 他都未曾正式融入社會 很多不同的東西 也都可能很多是mental 他有個問題在那裡 那這些真是細水長流 要一個很intensive的coaching nurturing 我們也都是認識和合作這個事工 他們就算是出來做事 往往的時候不是找工作的問題 因為找工作都可以找到 但找到工作做而得去能夠持久的話 這個就絕對難了 因為別人請你 就有一個 expectation 但分分鐘來說 他未必立刻可以適應得到 要有一種搭卻石 或者是meat house的plattform 我們公司就做了這一種的遺份 例如是怎樣呢 有一天晚上我就走出來 有人介紹這個人 說這個羅生在這裏 這個人六尺三寸三百多磅 衝到我那裏 給我這個機會 我今天三十幾歲的人 我都第一次是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和正式的給別人去接受 那我是知道他的背景是怎樣 原來他是 真是因為家裏的abusiveness 令到他是沒有這樣的自信 或者受傷害 所以整個三十幾歲的人的時候 run the life 都是運運惡惡 也都有一些是mental的創傷 我們和這個時工合作的時候 我們是專門製造到一些工作崗位給他們做 但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是希望他融入在我們這個公司那裏 我們也都有員工的宿舍 他來的時候 我們是準備一個歡迎的會 歡迎他 是拜他們的rooming house那裏 由這班呢 就成為他新的一個家 就是這樣的時候 就希望慢慢地 讓他被別人接受 被別人尊重 而他們去建立他們的自信 那始終 講來講去 就是人的愛 可以不可以這樣呢 那我就真的很感恩 就是我們公司那裏 經過十幾年的時候 都有建立很多很多很多 有人愛高的員工 是願意不只是在這裏做工 而是一起去共商善举 在我們的生命裏面這樣 那所以這一個呢 是對大家的鼓勵 另外也有一個人 在斯文蘭這樣的處境那裏 他今天來到的時候 告訴我們 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我們問他 為什麼你這麼開心 他說 昨晚一刻 我出去買了 我人生裏面第一部電視機 就是今時今日 你可以說 買電視機是no big deal 但是對某一個人來說 是這麼壁丟 那就是對我們的反思是什麼呢 我們的反思 是不是我們 都是要謙卑自己呢 我們的反思 是不是他有感恩呢 因為我們不是他 我們的反思 會不會更加珍惜 我們周圍的物質呢 還是棄之失之呢 我們那個反思 會不會真的更加被鼓勵 去更加走這條道路 去為他人去服務 In the real life那裏 是用心去扶持他人 原來世上是有很多很多 這些人的 是數之不盡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成為 其中一個工人 去為神 而做一個發炎發光的 一個小人物呢 小人物的角色 就成為神的一種 大的光輝發出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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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